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之前说出应该开除染疫医师的说法 引发了轩然大波 如今在网络上呢 又有一张他当时搭乘捷运 拉下了口罩在讲电话的照片曝光了 引发网友很酸 说杨志良是口罩戴下巴的开除专家 对此杨志良坦言确实没有做最好的示范 如果真的要开罚 他也愿意接受 不过接着话锋一转 他再度把矛头指向了指挥官陈时中 那么他直指陈时中说六嘴了 讲出不讨两个字也应该受罚 他还说防疫作为不改的话 那么一两个月之后呢会大爆发 不过对此陈时中大气回忆 希望外界不要猎屋前署长 因为从照片上看来 杨志良应该是有保持社交距离 没有开罚的问题 并且呼吁防疫期间 应该要减少无谓的口水战 捷运车厢内只见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把口罩拉下 坐在博爱座讲电话 由于杨志良在部立桃源医院爆发群聚感染时 曾说应该要开除染疫医师 这番开除说也让这照片曝光后 马上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网友炮轰杨志良是口罩戴下巴的开除专家 并问这次染疫要开除谁 也有人质疑公共场所的防疫SOP呢 应该做一件事 应该想说杨先生 你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是有社交距离 当然这不是最好的SQ 强调当时正值防疫新生活 但只要时间点落在8月13号之后 没有全程戴口罩 北捷就有权力开罚 陈思忠很累了嘛 对不对 那他我露出来说是木桃 对不对 那他自己要不要先罚一下 我被罚很好啊 我认为被罚 杨志良甘愿被罚 但也不忘脱指挥官陈时中下水 前署长在那个地方 我认为也不需要猎物了 就是说在上面 其实在那下面看起来 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到抽筒方案才就是说宣布 就是说在密闭空间里面 那没有适当距离 请一定要把口罩戴起来 那如果进劝导不听 那才可以开罚嘛 陈时中大气回应 并呼吁外界应该减少 无谓的口水战 给了杨志良软钉子 要把防疫当作第一优先 记者组合报道